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安 大家吃飽了吧 還沒吃飯 主辦當委沒有給大家準備早餐 我想我今天 主要來談 經濟的議題 因為今天是一個經濟的論壇 那麼 大家 一定想要先知道 我這次要談的主題 在經濟裡面 我認為 我要談的經濟問題 牽涉到不只是台灣的經濟 牽涉到一個 世界的經濟 因為現在世界經濟的架構 再重新 因為中美貿易 佔的一個影響 會全世界經濟架構再重新調整 我提出來的 等一下我會談的一個重點 怎麼樣創造 台灣怎麼利用這次面道的機遇跟挑戰 台灣怎麼創造 台灣獲利 美國達標 中國轉型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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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個三營的目標 這是我要強調的一個 今天我 語言講的主要強調的方向 就是 台灣獲利 美國達標 中國轉型成功 的一個三營的局面 所以 等一下 我講馬上要報告了 報告完 再給大家 對不起 再給大家來評分 謝謝 謝謝大家 想問一下 6月21號 是不是要在總會 上次宣布叫發 今天我想 主要讓我專心 把這個經濟的議題 我想 站在 鴻海公司的立場 也是拚經濟 站在國家的立場 也是拚經濟 我 強調了好多年 我認為 政治必須替經濟服務 政治不是 天天在打口水戰 政治必須要 放下身段 去台灣的經濟 找出未來 強調了剛剛那幾個重點 台灣要獲利 台灣在中美貿易的 這個 站的情況之下 台灣必須獲利 美國達標 中國 要轉型成功 這三贏的局面之下 大家 台灣贏 美國贏 中國贏 全世界的經濟轉型 能夠贏 好 謝謝 謝謝 各地政見 我們會跟川普見面 該